持续的发展 文中的第三点 讲的是如今大热的Web3 认为它更加的安全 且更具有创新的区块链的技术 将有显著的进步 IFT也就是区块链网络当中 具有微信特点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 将更多的会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文中的第四点 提到的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 数字孪生技术 包括CNNN 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并不陌生了 现在有非常多的这样的 不管是工厂实验室 都已经可以通过在手机上去操控 在实体的控制 在实验室当中的装备和设备 所以数字孪生可以简单的设备 真实世界的一种虚拟模拟操控 可以在安全的数字环境下 测试新的想法 大幅度缩减成本 而文中第五点 它提到的是生物领域的基因编辑技术 认为它将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 不仅会创造出具有全新特性的这些材料 比如说改善防水性 自愈能力 也可以用来纠正DA突变 解决食物过敏等问题 包括增强作物的抗病重害的能力 文中的第六点 它提到的是量子计算 包括相关技术的迅猛发展 认为它将比现在带来的速度 可以快上上万亿倍的新线计算机 当然如果成功了 半岁而来的 我们一直说 那今天的这个密码 是不是都有可能被暴力破解掉 这些加密系统的失效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系统的崩溃 这个期待各方的密切关注 为雨重蒙 文章的第七点是讲要遏制当下的过高的摊排放 以应对气候危机 所以要发展新型的清洁能源系统 或者叫绿色能源革命 作者认为轻能包括发展分散式的电网 会是一个大的趋势 文章的第八点讲的是仿生学 更能替代人的某些简单工作的机器人 包括我们的养老 包括一些失能 这样的一些护理 可能机器人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文章第九点讲的是自动化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说自动驾车汽车 自主分类 包括搬送货物的智能车等等 会快速的前进 而最后一点讲的是 可持续发展技术的探究 作者认为 制造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计算机等原材料 归根结底是有限的 即使是大热的云服务 也是高耗能的 那么对我们这个星球来讲 如何节能且源源不断的 可以保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是未来的 更加长期的周五周之周 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基因研究 比如说 为什么能爬山 什么决定呢 基因 爬山基因 说真的有爬山基因吗 真的有 叫E-PASS吧 这个基因阳性 就特别的适应高原 耐缺氧 这个基因阴性 上去以后就规规矩矩的吸氧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你说上去吸氧丢人吗 不丢人 有人跟我说 我要凭我的意志品质 我说你别扯了 我给你喷水 你进去埋头五分钟 你又不是鱼 我们基因其实没有最优 只有最适 基因跟环境起作用 前列山上也有熊猫 对吧 熊猫为什么能吃竹子 你怎么不能吃筷子 什么决定呢 基因决定 对 T1R1 这是一个味觉的受体基因 那这个基因是干嘛的 感受到肉的鲜味的 如果你吃肉没味 你还会吃肉吗 不会 就味同绝辣了嘛 所以熊猫 在长久的演化过程中 这个基因失活了 所以它就算了 因为吃肉不容易的 熊猫要吃肉 它就去打猎呀 熊猫这个身材 虽然也还不错 但是你让它去追那些 比它更灵活的动物 它也不乐意 久而久之 它的味肠道理 就多了一种切毛虫 可以帮助它把竹子里面的纤维素 降解成它能吸收的糖 但是竹子里面的营养密度很低啊 所以熊猫基本上 你们看到它清醒的时候 它几乎都在吃竹子 充分证明两件事情对吧 第一个 吃素不一定能受对吗 没错吧 没错 再问一个开脑洞的问题 熊猫怎么能拍彩照呢 聪明 还可以呢 除了伸出手头还能怎么办 拉开它的眼睫 对吗 看一看它的这个红眼球 这个红的眼睫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熊猫 下一个 大象有这么多细胞 大象为什么不得癌症啊 什么决定呢 P 对 P53 刹车基因 一个细胞 不听话了 就可能变成一个癌细胞 我们用车去举例 油门踩到底了 刹车失灵了 这个车还能好吗 一个人 一个细胞里 只有一套 刹车基因 一个P53基因 猜在大象里面 一只大象 一个细胞里有多少套 二十套 所以它能长这么大 它就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方法 叫做生命 总会找到出口 我既然有这么多细胞 我就一定衍生出了 配合于这个细胞 所产生的这种机能 这也是基因决定 下一个 我们喝酒为什么会脸红 什么决定呢 基因决定 什么基因呢 其实就是一个酒精基因 这个就叫做乙醇脱青霉 乙醇 发生一次 脱掉一个两个青 它就会变成乙醇 再接着脱 就变成乙酸 乙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醋了 低冻冻的乙酸就是醋 所以喝酒的能力 其实是PK 每一个人把酒精 转化成醋的这一个效率 那从这个意义上讲 比如说 你的乙醇脱青霉挺厉害的 你的乙醇都变成乙醇了 但是乙醇不能变成乙酸 乙醇入血 会进入到毛衣血管 毛衣血管扩张 你脸就怎么样了 红了 我知道贵州有特别多的好酒 酒睡好也不要贪杯哦 接着看 孩子们 睡觉为什么会流口水 什么决定的 决定的 说完了以后 你们自己都不想是吧 每个人睡觉都流口水 恰好是你 睡姿不正的时候 口水流到了枕尖上 这还叫流口水 记住了吗 全民运动一定是对的 全民跑马 对不对啊 不对 全民从事某一具体运动 一定是错的 马拉松是一种极限运动 马拉松 42.195公里 第一个跑完了 全马的人怎么样了 所以 你要知道 如果基因不好 轻易地不要去从事极限运动 不要连续不断地去加班 还有 说今天成绩不好 怪你爸还是怪你妈呢 看到了我们大家 在家庭的地位 对吧 现在很多的时候就会问 有没有天赋金 有没有特长金 这个一般不是你们做 这是一般会叫父母去买单的 打电话问我的时候 说有没有呢 我后来想一想 我说不靠谱 他说为什么不靠谱呢 我会问 这孩子是你亲生的吗 完了那个爹基本上都火了 啪照片就发过来 看 长得跟我一样 我说你这个天赋能测什么呀 他说 比如说他能不能试陈景润呢 他将来踢球能不能是贴到 没细的水平啊 他如果将来当个明星 他能不能变成一阳千夕啊 我说也没啥 请亲生父母先测 然后总结一下 自己为什么没混出来 人有天赋 没错 但人的天赋 不是用基因能测出来的 我们要相信 生命是存在的所有的可能性 我们宁愿相信我们自己有天赋 你就真的有天赋了 希望孩子们 不要活在一个基因决定论里 这是一种数码化的算命 所以大家也不用尽信之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经常被问的最多的问题 对吧 说孩子究竟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大家觉得像谁啊 其实都像 我刚才说了 直的和弯的 单算眼皮的 它们都有两个基因 一个显性的 一个隐性的 然后大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组合 我一般吵架的时候 父母都会认为 好的都是自己的 不好的都是 另一半的 对吧 比如说 你笨就像你妈 你脏就像你爸 其实是什么问题呢 他自己笨 他自己脏 对吗 归根结底 父母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所欲者 亦施于人 所以家长如果想孩子有什么天赋 请自己先做 哪些检测基因说了算 我也不能光 窃邪不服证 对吧 这几件事情 基因说了算 出生缺陷 与生俱来的基因 这个东西 基因检测说了算 我们在孕前产前 心事而去做 比如说地中海贫血 我们这样的项目 实际上 是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来做到 第二个 与时俱变的基因 我们的肿瘤 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 只有突然发现的肿瘤 所以 肿瘤的这个基因 我们提倡的是 早防早治 第三个 外来侵入的基因 比如说新冠病毒 本来你没有这个基因 突然加进来了 最后你就 开始 被这个病毒所感染 核酸检测 本质上 就是基因检测 只不过它检测的是 病毒的那一段基因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们其实都做过基因检测 就这么简单 核酸 就是基因的化学的称法 我们说DNA 说核酸 说基因 相当于你在说水 水蒸气 或说冰 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只不过 我们在化学上 我们会可能叫核酸 或者叫DNA 我们在生物学上 就管它叫基因 大概是这个意思 大家好 我是尹业 小的时候 我还打过一个游戏 叫大力水手 主角波派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吃菠菜 就跟打了机械变超人了 尽管后来我们也知道 这就是一个元宇宙 现实生活当中 吃再多的菠菜 你也不可能一秒就变强 然而 还是菠菜这点事 直将大学的研究团队 在自然发了一个文章 让吃菠菜 可以变强成为可能 他们用菠菜当中的提取物 成功治疗了小鼠的骨关节炎 让他们老化的关节软骨细胞反老还童 这个技术听着天马行空 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一个人 大概是有几十万一个细胞 组成的细胞和人一样 你是用胃吃饭 细胞也要通过 比如说从血液当中 进行的物质 能量 包括氧气的这样的一个交换 它能量的直接来源 当然不是饭菜了 而是最后的能量货币 三粒催线干 我们学过生化的都知道 就是ATP 如果相关的核生代谢出现了故障 细胞就难以正常运转 开始催老 所以研究人就在想 有没有一个办法 可以给细胞也来一条能量生产线 让细胞恢复到衰老前的状态 再次发生机呢 于是大家就盯上了 植物细胞 叶绿体当中有一种类囊体 这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 它就可以把光能变成化学能 同时释放氧气 但如果你直接把这个类囊体注入到动物体内 会被媒系统识别 好像又有一个外地入侵了 很快被清理掉了 即使侥幸的进入到细胞内部 也会被溶媒体吞噬降解 所以这个不行 我们还得想想办法 研究人员呢 最后是利用动物自身的细胞膜 来包囊内囊体 这样就有一个伪装了 棉系统不识别 可以顺利的到达了细胞内部 这个算成功了一半 下来还得要去触发对内化学反应 研究人员通过光 透小鼠的皮肤 照射软骨细胞 发现细胞内的ATP 包括ADPH的水平都显著提升 细胞的状态 我们以人类举例啊 从60岁回录到20岁了 重要的是 它的表情 也就是小鼠的关节状况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希望这个技术呢 能够在生物和医学领域 得到用用 给更多被病痛折磨的人 带去希望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这种类挡体 逆转细胞衰老的方式 今天看起来很巧妙 打破了每一个边界 但动植物之间 严格意义上讲 也不是有一个绝对的界限的 自然呢 总会选出一些神奇的物种 上面唯一不例外的 躺平自由 晒着太阳也能卫生生命 叫什么呢 海阔鱼 长得看起来像个兔子吧 它吃了藻类以后 就可以夺得藻类当中的叶力体 养在自己的身体里 经过这一系列的骚操作 海阔鱼可以在 没有食物更用的情况下 最多存活整整一年 它差不多也就是 能活这么长 同时呢 海阔鱼还有极强的栽生能力 即使身手分离 也可以再长出一个新的身体 会有一种 我躺任我躺 你能奈我何的 蛮横之气 2009年呢 海阔鱼基因图谱的绘制工作 由华大完成 发表在了自然杂志的子刊上 研究发现呢 它的基因组大小 仅仅是557兆 大概相当于一个人的基因组 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 但是它再生功能 包括利用 这些藻类叶力体的功能 是强大 还是令人折舌 天地之价 无所不由 我们理解的先进 有可能仅仅是 自然界的习以为常 科学不是发明 而是发现 我们的工具越强 我们就会越发地 看到更多自然的奥秘 更加的谦卑 我刚才说 尹老师不是一个人上来的 我还带着什么上来 病毒 细菌 真菌 反正可能还有基生虫 对吧 大家都上来了 它们都在我的身体内 孤身一人 恐怕永远也做不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一百斤的人 肚子里面大概就有 三到四斤的细菌 你们还小 等你们再大一点 开始要减肥的时候 马上想 哎呀 少这三四斤 我们就清了吗 对不起 你死了 它都在 它活得可能比你还长 更没有意思的是 它们的基因的总量 是人类基因 人类是三十亿个碱基对 如果算基因的话 大概是两万两千个 这些微生物的基因总量 是这两万两千个基因的 差不多一百到一百五十倍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孤单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生态系统 菌群重量是体重的百分之四 一百五十斤的人就六斤 它们的细胞总量 是人细胞的三到十倍 它们的基因总量 是人基因总量的一百倍 所以这些微生物 很大程度上讲 决定了我们吃的东西 甚至我们的情绪 好 这是一对同卵双胞胎 看 同卵双胞胎基因是一样的 菌群不同 体态迥异 这是一对科隆的老鼠 什么都没干 对调菌群 几个月以后 瘦老鼠变胖 胖老鼠变瘦 所以减肥要不要调菌群 当然要调了 再看 这是我们看 一个人 他这个新生儿一岁的时候 他的菌群是怎么建立 这是他的胎变 就新生出来的第一次的分变 它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四个月 十二个月以后 这个从哪来的 看到了吗 妈妈的菌群 妈妈通过一年时间的喂养 终于成功地把自己肚子里的菌群 传递给了孩子 你们现在相信 微生物是地球之王了吗 我们每生一个人 我们就又跟着培养了一肚子的细菌 细菌充不充命啊 所以 为什么奶妈和亲妈喂出来的孩子不一样呢 因为菌群不一样 对吗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不能只考虑受精卵 我们要考虑遗传的时候 三个因素 我们的基因是来自于受精卵的 我们称之为血脉 我们的菌群 是我们的微生物 我们称之为菌脉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讲的是中国话 这是我们的文脉 此三脉合一 才构成了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呢 这是哪里 这是贵州省 矮矮矮阵 对的 这是我们中国酱香酒之乡 曾经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矮阵阵的微生物能复制吗 为什么矮矮酒 就是比其他的酱香型酒 大家感觉更好吗 首先 它确定的标准对吧 因为只有这个味儿的才好 不是这个味儿的 可能都不如它 更重要的是 茅台阵的风土 我这里说的风土 包括了它的水 包括了它的空气 即使我把茅台阵的 全部工艺复制 包括把其中的 一部分微生物给拿来做 但酿出来的是茅台吗 那可能叫针灸 也可能叫喜酒 也可能叫钓鱼台 但它不是茅台 我们任意两个人之间的军群 还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明白 我们人类和微生物的这种互作 还是做了很多年 这些微生物 特别是在大戏当中的微生物 我们是很难复制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就是说 这种酱香性白酒的酿制 其实也是很难被复制的 所以这是 有人经常去问我 说 爷老师 你早餐为什么老秀这样的图 我早餐吃什么呢 如果我在家里的时候 酸奶 蓝莓 下面那个是什么 益生菌 要补充益生菌 来使自己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里 要知道 有好多你觉得自己不太爽 包括水土不服 包括吃辣的受不了 我们要适当地去补充这样的一些菌群 这些都是我所说的 我们跟微生物要做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尹燕 今天给大家聊一个 带心养生 都听过带心休假 什么是带心养生 尹哥也介绍过很多 保持健康的方式 今儿尹哥再给大家讲两条 简单实用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抖腿 第二个就是改变 进食的适取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 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会有抖腿的习惯 但这个抖腿 有的时候你是无意识的抖动 尹哥讲话 都是有文献的 前一阵子发表在 iScience的一个研究显示 科学抖腿 主要指的是上下抖动 刺激什么呢 就是咱们小腿后侧的 这个比目鱼肌 通过这样的一个刺激 不仅能使局部的 氧化代谢水平 有效提高两到三倍 而且 因为它是块大肌肉 它可以去极大的改善 全身的脂质和血糖平衡 甚至这个效果 比一些运动 还有间歇性的进食 还好 九座足 包括尹哥在内的 也都在开始尝试这个运动 记得 这个抖腿 要匀速的 要受控的 用点力去抖 而且累计时长 刚才做实验 是四个半小时 但是你不要去盲目地追求 这个抖的速度 要能够去感受 锻炼肌肉的过程 要明白 我们有一种记忆 号称叫肌肉记忆 其实就是说 你慢慢的 已经让你的时间系统习惯了 自身关节 肌肉力量情况良好的 我建议你可以加大一些抖腿的难度 比如说你加负重 绑一个弹力带 让你这个抖腿 晃腿 都能够锻炼更多的肌肉群 记住 我们有非常多的肌肉 都是在腿部的 大腿小腿 这个肌肉如果好 实际上也会减少衰老的 我们再来聊聊吃 目前国内外都比较认可的 绿血糖控制的进食顺序 是先吃蔬菜 然后再吃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肉类蛋类 最后吃碳水化合物 这个建议虽然是面向高血糖 肥胖人群 但是尹哥建议 我们这些忙碌的 比如说久坐不动足等等 也可以参考 它不仅可以保持血糖的平稳 还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肥胖 减少自身未来的健康风险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同样是久坐 如果你能够科学抖腿 就是带心减身 同样是狼吞虎咽 但是你改一个进食顺序 就是能吃一个平衡的减脂减糖餐 建议大家不妨从今天开始 试试尹哥教的这两个小办法 坚持一段时间后 也许会有不小的惊喜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是一个三维空间的生物 我可以上下左右 它可以跳一下 但是我能让时间往回走吗 不能 我们如何能够让时间静止呢 用温度冷冻时间 什么意思 这是每一年 我们都要做的一个 算是在华大最有福利的一个项目 看起来像在献血是吗 实际上我在存我的免疫细胞 我希望有一天 用我年轻时候的免疫细胞 来帮助我自己 优马这个是我的基因 在2018年跟着长十一 已经送到太空上去了 我们想做一个太空基因库 把我的基因做成干粉 小小的一点 通过一个火箭发上去 后来我问过他 我说 这个会掉下来吗 他说会 大概700多年以后 我说好吧 我也没啥用了 我想用我能抓回来吗 说抓不到 所以这更多的就是给大家告诉 我们要把它存起来 这就叫做 用温度冷冻时间 今天除了孩子们 我们承认以后 都是我们这辈子 最年轻的一天 工业时代喜欢热 我们正常去野铁 去炼钢 大概要1000度 1500度 我们今天最好的这种合金 包括乌 3300度 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知道的 这些最快的飞机 它的这些适量发动机 大概就是这个温度 我们今天在讨论 做人造太阳 即可控核聚变 它的温度 可以达到1亿度 1.5亿度 工业需要热 生命需要冷 我们的细胞要存在哪里 冰箱行吗 -20度冰箱肯定不行 -80度冰箱 存个一两年可能还行 长久都保存 我们要把它放到 液氮里 液氮的温度是多少 零下196度 要把细胞放到那里去 这个时候细胞 几乎就不会再衰老了 至少能存个20年 这就是我们说的 用温度去冷的时间 比如说 这是2012年的诺贝尔奖 京东大学的山中申明教授 他把一个成人的干细胞 逆转到了5到6天 相当于受精卵之后的 第5到第6天 是一个囊胚气的细胞 就在今年3月份 刘龙奇和他的导师米格尔 直接逆转到了第3天 这也是一个 很有很有显示力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说 就算我今天60岁了 我依然可以把我的细胞逆转到 就像你刚刚来到 都不是你来到地球 是那个受精卵 还在你妈妈肚子里 第三天的状态 8细胞期 所以我为什么鼓励 你们将来都学习生命科学 我们对生命科学 才刚刚开了一个小缝 而物理和化学 早就已经是一座大山了 我们要在新兴学 继续努力 我就取一点皮肤 一生长 就变成全能干细胞 将来就可以 比如说你肝不行了 自己就做一个肝 不就完了吗 今年年初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有一个人心脏坏了 他移植了一个什么心 猪心 杀人猪心 我们说那个猪心 是在猪身上长的一颗人心 因为那个猪身上的那个心脏 它进行了基因编辑 已经把它编辑成了 跟人的心脏差不多 可惜只活了两个月 但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更好的方式 我们以后 如果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用你自己的细胞作为填料 我们用这样的增材技术 就可以让一个人的心脏恢复出来 所以 我又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我又存了自己的一个细胞 大家说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所有人都存钱 谁存命啊 怎么存命 存细胞就是存命 所以我相信 有一天 生命银行 会跟我们今天的 这些商业银行一样 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研究健康管理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好 我是尹业 小的时候看这个西游记 特别是大闹天空 孙猴的厉害 把几根红毛 就能变出分身 凭借这招 三特六币的哪吒 也不是他的对手 后来看哈利波特 觉得伏地摩也挺厉害的 把自己的灵魂 分了七个魂器 不能够一一消灭 他就可以一直的去存活 所以我想 从小到大 其实大家也都觉得 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 超自然的能力 尹哥做了生命科学 这么多年 今天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瘦猴子吧 他拔一根毛发 他承载的信息 和他能发挥的作用 实际上是有限的 哪怕是用这个东西 来做亲子鉴定 还得带上毛囊 才能保证足够的准确度 如果就给我一个毛发 说让我变出一个人 在这一刻 几乎没有办法去实现 当然 生命唯一不例外的 就是例外 人现在还办不到 但是有一个 看起来胖乎乎的 叫做三般黑豹 特异功能 而这样的一些乳虫 其实我们越来越发现 都有一些恐怖的再生能力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给切碎了 每一块都能再长成 一个完整的个体 然后科学家们就希望 发现他这种超强的再生的秘密 在2022年12月8号 哈佛大学 在塞尔西班上发了一个文章 就对这种三般黑豹乳虫的 胚胎发育过程当中 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再生能力呢 对他的多能干细胞的形成 分子调控机制进行了跟踪 具体来讲 是用荧光染色的方式 来追踪胚胎当中细胞的发育轨迹 他们发现当胚胎 1边2 2边4 4边8 8边16到16个细胞的阶段 研究员发现了一对特殊的细胞 只有他们的后代 才会在再生期间 制造新的组织 那这个能力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干细胞属性的一个细胞 为了确定这个就是 成体多能干细胞的源头 研究员用了单细胞测序技术 来检测他们表达的基因 并创建了一个单细胞水平的 胚胎发育数据基因 详细说明了 从胚胎发育到结束 这样的一个阶段 哪些基因在其中 其中的关键的作用 最终还真的锁定了一组基因 他们认为这组基因 同源物质 其实在人类的干细胞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 它在这种演化当中 是比较保守的 具有共性 前几年 同样的团队 还对这种三般黑豹如虫的 基因组进行了测序 发现一部分基因 对再生有重大作用 他们就像这个开关 吸活了以后 就会起动更多的基因表达 没有被激活 如虫也就不能再生了 有趣的就是 这些基因在人身上也有 但是如虫可以 我们为什么不能变成 像漫威 比如说死赤这样 只要还有一个细胞存在 我们就可以再重生了 研究人员认为 可能是这部分基因 它传递给人类的信息 和如虫是不一样的 甚至还有些其他 更复杂的调控机制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这次的研究 应该说就是刚才讲到的 研究成果的一个延续 我们已经看到了 如虫的再生机制 是怎么运作 即使到现在 也跟和大家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 重塑一个机体 但是我们对 不同物种的再生研究 已经带来了一些 全新的希望 不能复制一个整体的人 能做一点组织器官 甚至细胞也好 在2022年的3月份 中科院广东的建口院 和华大一起 就携手开发了 一种非转基因的 快速可控的细胞 重变成的方法 可以把人类的体细胞 直接诱导成 受精卵发育三天的 我们叫八细胞器的 全能干细胞 这一切都给再生医学 未来的发展 添加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尹哥也早早地 把自己的细胞存下来 诱导成IPS 以期有一天 再生医学抗衰老当中 发挥作用 最后尹哥还想说一句 关于三般黑豹 如此的一些的研究 经历了基因测序 再到单细胞测序的 两个阶段 华大现在还有个技术 叫时空组学 可以在原位 观察到这些现象 这一系列的发现 都得益于工具的进步 中国科学家 中国的工具 一起联手 必将为世界的再生医学 贡献更多的力量 脑机接口会不会实现 觉得会不会 确实今天 我们的原来叫神经生物学 现在叫脑科学 我们想问题的时候 你的脑电 你的脑磁 都会有反应 冥想 是能够改变基因的表达的 鼓励孩子们 大家都要学会 对抗挫折 我们说 脆弱的反应词 是什么 我们在学的时候 都是坚强 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就知道了 不是坚强 是反脆弱 说 颜老师你玩赖 你用三个字 反两个字 扣分 我说的是一种状态 不脆弱 就其实我也不需要坚强 可我也不脆弱 这就是一种达观的状态 所以 在最后各位 一次考试没考好 一个问题上跌倒了 重新爬起来 归根结底 冥想就能改变基因的表达 如果你天天都想好事 你的神经系统 内分泌性的棉系统 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思考一下 有一个人 二十几岁就动不了了 然而他却想通了整个宇宙 这个人是谁 霍金 霍金 1942年1月8号出生 大家知道300年前 1642年的1月8号 谁逝世了吗 伽利略 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转世 我们之所以聊这个事情是 霍金 他的身体被束缚在了那个椅子上 然而他却想清楚了整个的宇宙 他知道了黑洞原来不黑 他明白了时间简史 所以人类唯一不被束缚的 其实就是思维 在当下的物理框架下 有什么东西能超越光速 思想 今天你觉得你在比临心上 你就在了 对吗 所以一定不要忘掉 我们人类这种最基本的神性 我们使用大脑才变成了这个地球的 今天看起来是一个最高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 在美国呢 有这样一家公司 出来的时候呢 尹哥就觉得蛮有趣的 我思过在 这是笛卡尔当年说的一句话 那么 这个公司干嘛呢 就是大家看过这个《学梦环游记》吧 死亡不是真的逝去 遗忘才是永远的消亡 怎么才能不遗忘你呢 你得把你东西录下来呀 他大概每个人有一千三百个问题 开始问 你就 健康的时候就开始答了 生在哪啊 叫什么呀 喜欢啥呀 初恋是谁呀 养过什么宠物啊 有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啊 偷过爸爸钱没 挨过妈妈揍没 就这样的问题 答多了 他就把你这些东西采集 就最后变成了一个 AI的你 说又过了 比如说一千年 你的 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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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想看 你的 真真真真真真真 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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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主妇 你就给他打个电话 可以吧 甚至来个视频也行吧 你会发现 他这些技术都在 你可以问刚才那些问题 当时还真采访过我 说 尹老师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说挺好 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可能会有一种新的黑客 他说什么意思 这人都不在了 我说我可以删你一个技吧 删你两个技吧 给我五个比特币 不然删他一个T 直到把你的高高高高高爷爷 删成老年痴呆为止 有毛就有钝 所以任何科技的发展 他都是两面性 但是这其实是我更能接受的一种永生 意识的永生 比如说 大家觉得孔子是今天的影响大 还是他在春秋的时候影响大 今天吗 春秋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去 各个国家来回窜 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去背他的论语 苏氏也罢 李白也罢 大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这还是很不一样 有一些我们还是要感谢的 比如说去园 其实去园也过端午节的对吗 因为端午节并不是为了纪念去园的 去园还为我们创造了小长假 我们要缅怀 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也别忘了 他给你们带来的一些福祉 当然如果你们又补课了 我就不说了 凡尔那大家知道吧 地心有尽 海底两万里 对吧 很厉害吧 但凡人可想象之事 则必有人将它实现 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包括汉语表达都非常好 所以真正不可束缚的 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思维 提起海带 咱肯定都不陌生 口感爽滑弹嫩 嚼起来很有嚼劲 深得广大民众的钱 如果尹哥突然告诉你 让您从小吃到大的食材 竟然不是植物 你会不会觉得很惊悚 我们之所以被海带视为植物 就是在于它跟其他的植物 至少看起来高度相似 都能够有光和作用 而且还都有一个根 固定生长的根状物 但是从海带的演化过程 生理特征 还有自身细胞结构来说 它跟我们日常所见的 木本和草本植的传统植物 差别巨大 并没有真正的根 茎 叶 也没有维管素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根 然后就一片大叶子了 对吧 大概就这个样子 细究起来 海带之所以不能被视为植物 根源在于 它跟某些动物的关系 要比跟植物的关系近很多 今天对海带的划分 首先它不是严格的植物 这个同意了 但具体是什么 还是很复杂 意见不同意 所以在2005年 植物学家令毕西庆 把这个海带 归入新增的 囊炮藻界 也就是一种 拥有着植物才有的 光合作用的 生核生 国家地理杂志当中 就是这么写到的 说它属于囊炮虫界当中的 熔编类 及不等编毛类 但是到了2015年的时候 基于金属学的研究 又有科学家 将其分到了一个新增的 叫SAR超类群的分类当中 这个类群 包括了不等编毛生物 囊炮虫和油恐虫 这三个的英文 硕写在一起 就是SAR 海带的归属 变来变去 尹哥都被搞得不知所措 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海带的确 如今不属于严格的植物 基于具体算什么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科学家的意见也不一致 这种划分 不是盖棺定论的 相信随着 我们基因组学 分类学的进步研究 未来会有一个 更加统一的说法 那么最大的一个挑战 其实就是在于 吃海带 还算不算吃素呢 大家见过水稻吗 水稻是一年生 还是多年生呢 原来是一年生的 年年要插秧嘛 但是 华大基金的小伙伴 和云南大学的小伙伴 就把它做成了多年生的 这个水稻就像收韭菜一样 每一年 它都会长出新的疗牙根 这个简单了吧 就不用再离田爬田了吧 就不用再双墙 不用再插秧了吧 这个东西简不简单 大家每年就光去收这个稻子 大家就可以吃大米了 这就叫 稻可到 非常到 其实基因技术到了以后 每一个物种都值得重做一次 原理 原理很难吗 野生的水稻 谁给你插秧啊 野生的水稻 必须多年生啊 如果野生的水稻 自己不能做到多年生 它怎么混呢 我们只不过用这样的杂交技术 给它找到了一个好的清本 让我们的栽培道 变成了多年生道 这是一棵什么树 茄子树 这是一棵茄子树 说茄子能在树上吗 茄子当然能在树上啊 野生的茄子就是接在了树上 至于说 为什么茄子看得这么矮 那是人类的血域啊 所以孩子们 你们今天所谓的自然 只不过是一万年来 我们农业的血域 你们知道数码相机 之前我们拍照 那叫什么相机 胶片相机对吧 还打胶卷的 很多人在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说 数码相机就不如胶片的 因为胶片更传统 知道我怎么回答的吗 要这么说 摄影就不如绘画 对吧 没有发明照相之前 更传统吧 绘画就不如不画 因为人类根本就不会画画 所以什么叫传统 大家把时间围度拉长 你就明白了 没有什么是传统的 我们都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不断向前去演进 这棵茄子树 既可以接长茄子 又可以接圆茄子 又可以接球形茄子 长条茄子 专门用于烧烤的茄子 就那个皮很厚的 而且 所有茄克的作物都可以上去 你们能看到 那个上面还有番茄吗 番茄和茄子是同一颗的 它们都是茄克的 尊义 最著名的尊义红指天椒 也可以上去 我们就把第三仙变成了树三仙 甚至上面还可以去接烟草 去接酸椒 这一棵树 如果在深圳地区 有一个好的条件 一棵树一年产的茄子量是 四千斤 茄子是一个挺好的蔬菜 从隋代以来 从印度传过来的 其他的这些 番茄 土豆都是大航海时代 从阿尼斯山来的 唯独茄子是印度过来的 在隋阳帝时期 我们称之为 管它叫麒麟瓜呀 那言个意义上讲 茄子也是外来的物种了 这传统吗 所以 很多人就在问我 尹老师 什么是技术 技术啊 在过去意想天开 在今天勉为其难 在未来习以为常的 我们管这样的东西 就叫做技术 一个人什么叫老了 其实你想一想 真正我们说的老就是在于 你听到一个新技术 你已经不感兴趣了 科学史上有这么一段话 一个人出生以来遇到的技术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有 二十岁时候遇到的技术 你会积极探求 四十岁时候遇到的技术 你开始将信将疑 六十岁时候你遇到的技术 你开始坚决反对 大家觉得是不是 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所谓的技术 我们讨论的技术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 这技术的 对科学的这种敏感性 只有这么做 你就不老 我们说的老 不是脸上一种皱纹的 而是你不接受新知识 活到老 学到老 终身学习 才能够让每一个人 他的状态更加地年轻 当然 以知圈越大 未知圈更大 我们虽然崇尚技术 但不能为技术论 任何技术 包括生命科学 它们不能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 特别是我们做生命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记了 道德 伦理 宗教 文化和法律 毕竟 没有科技的人文 可能是愚昧的 但是没有人文的科技 一定是危险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将来都能明白 我们要让技术向善 比如说 核能 这个技术有什么过错吗 可以做核电站 也可以做原子弹 再具体说 菜刀 做菜和杀人 跟刀自己有关系吗 在乎用者之心 火呢 可以烧菜 也能干什么 杀人 看完三国演义 火烧连营 火烧心也 火烧赤壁 是吧 大规模杀生性武器不就是火吗 我们今天讨论的转基因 我们今天讨论的基因编辑 我们今天讨论的科隆 它们都是技术 技术本身有对错吗 没有 在乎用者之心 科技当向善了 生命是由细胞组成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细胞 它们的寿命都是一样的 根据科学家们的不幸努力 现在你要问我细胞 一共有多少种死法 我尝试的来总结一下 至少可能有十多种 越有阴晴圆缺 细胞也有生老病死 我们每一天都得益于 如此精密的人体机器稳定有序的工作 大家好 我是爷爷 我刚说完这句话 我死了多少细胞呢 其实可能已经有上百万个细胞死掉 每一分钟我们估计 人体大概有三亿个细胞死亡 你也别太害怕 我们有四十到六十万一个细胞 每一天都有大量的细胞死亡 大量的细胞新生 生命是由细胞组成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细胞 它们的寿命都是一样的 人的衰老人体的机能的下降 归根结底还是大面积的细胞老化 如果你的细胞老得多死得多 新生的少 你当然就衰老了 当人体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细胞死亡 却不能及时补充的时候 应该说我们的生命就将走向了终结 归根结底的人体和组织器官 这个宏观尺度下的状态 是由微观上的细胞状态决定的 说一个不那么精准的比喻 如果人体是一个房子的话 细胞就是砖块 这砖块你抽一块两块 房子应该还在 抽多了 那可能这个房子就塌了 我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结 深究起来 这些砖块 这些细胞 为什么会老化 为什么会死亡呢 它是一直在更新 为什么更新更新 就不能再持续的更新了呢 对这个问题感谢了科学家 应该说从细胞学者提出以来 百多年来 这样的科学家不在少数 上个世纪著名的生化学家 罗杰·威廉姆斯博士 就有一个很好的阐述 他说身体里的细胞 两种原因会死掉 第一 得不到所需的营养物质 第二 被自身不需要的物质所毒害 那根据科学家们的不幸努力 现在你要问我细胞一共有多少种死法 我尝试的来总结一下 至少可能有十多种 比如说 第一个我们叫做细胞凋亡 第二个我们叫坏死性凋亡 第三个我们叫细胞交往 第四个我们叫坏死 第五个我们叫依赖性细胞死亡 第六个我们叫自视 第七个我们叫角质化 第八个我们叫铁死亡 第九个我们叫细胞障亡 最后一种我们叫负雕亡等等 是不是脑子已经听大了 我还是帮助大家稍微解释解释 每一种细胞死亡 它其实都是一种程序 背后是非常复杂的分子和细胞的一个机制 区别虽然很明显 但是你往底层看 还是有一部分相似之处 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细胞雕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身体在生理或病理的条件下 为了维持自身的内环境稳态 调动你这里面的基因 一种主动有序的细胞死亡 其形态特征是由一个雕亡小体而形成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你要明白 它是一种自觉自杀行为 触发细胞自我毁灭 而不受任何的外部影响 1973年由克林和怀林已经提出了 我们在培怠发育过程中 这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比如说就像我们的手 它为什么最后是分开的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都长出了一个像谱一样的东西 然后有一部分开始凋亡 最终就变成了我们这种五指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说一下这两年 大家经常听说的细胞交往 这个就不是自觉自杀的行为了 它是由炎性小体激活 所产生的一种细胞死亡的方式 核心就发生在我们的发炎阶段 大量的粗炎因子如果释放 那么就会产生细胞交往 这个细胞交往会在感染性疾病当中发生了很多 另外比如说像多发性硬化这样的一些免疫性疾病 它们也在其中起了作用 那什么是细胞坏死呢 跟刚才的细胞交往和交往不同 这个是非程序化的 它不受调节 它的特征就是细胞胀胀胀胀破了 脂膜的崩解组织就会自容 这些内容物就会溢出 那细胞内外的离子梯度就消散 这个细胞就不在了 这种情况下 它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反应 那你说什么情况下细胞会变成坏死呢 比如说烫到了 比如说冻到了 比如说烧到了 强酸强碱 这些都可能 所以这样的一些细胞坏死呢 实际上细胞自己 包括人体都没做好准备 我们说的外伤中毒 大部分就属于这类的细胞的死亡 那还有一种叫细胞自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些损坏的蛋白或者细胞器 被自食小炮包裹以后 通过溶媒体或液炮进行降解 并得以循环利用 过去它也曾经被归纳为叫 程序性细胞死亡 后来发现呢 它们依据不同的环境 既可以促进细胞存活 也可以促进细胞死亡 细胞自视现象 是1966年 由迪夫和瓦提欧 在研究溶媒体的时候发现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胞机制 还有比如说 我们皮肤啊 有一个角质化 说你这个皮肤掉皮了 实际上表皮细胞呢 会依次从肌底细胞 极层细胞 颗粒细胞过渡 最后外面的这些 一点点就变成角质层细胞 那这些变成角质细胞 慢慢的它就变成一个保护的作用 但也没有太多的生理功能 那细胞铁死亡呢 这个顾名思义 是由铁积累 包括指质光氧化驱动的 一种程序性的细胞死亡方式 为什么铁这么重要呢 实际上它跟 比如说线力体是高度相关的 细胞铁死亡会以线力体变小 线力体几减少 线力体膜密度增加 和线力体膜破裂增加 作为主要的特征 所以讲到这儿呢 大家可能也有点晕了 我们总结一下 大概细胞的死亡 既有程序性的 也有非程序性的 程序性的死亡 有一部分就是 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 也有一部分是因为 你得了疾病 而非程序性的 更多的是我们凑到了 外力的一些侵扰 了解这些内容 实际上会让我们 更好的去利用这些机制 来使得我们去治疗疾病 保护健康 越有阴瘴缘缺 细胞也有生老病死 我们每一天都得益 如此精密的人体机器 稳定有序的工作 比如说这一刻 我才能讲 尹哥的这段课谱 您才能听 我的这段课谱 归根结底 我们是希望 让你宏观感受好的同时 每一个细胞的微博感受 也会好 进而 我们的细胞了解的越多 对基因掌握的越清楚 我们就能有更加健康 丰富的预期寿命 生命科学之美 怎么是生命科学之美 首先 美吗 这个景色美吗 天地有大美而自不言 庄子之北游 其实 自然的美 就是很美 我们人当然也可以创造出美 但是 真的美 有的时候早起半个小时 看看日出 晚上 看看流星 它都可以很美 这是一个天地的大美 这些物种们美吗 有趣吗 万物 各得其何以生 各得其阳以成 寻子天论 我不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孩子们 最后只能在动物园里 看到他们 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栖息地 地球上 不能只有人类 把其他动物都圈养起来 我们才隔离封闭个十几天 就受不了 有些动物 从生下来到最后 都没有离开实验室 大家觉得这公平吗 他们是不是一样的人 其实他们是一样的人 生物学上 智人只有一种 不管你是白左人 黑左人 棕色人 还是我们黄皮肤的人 因为世界之所以美丽 是因为没有放弃 任何一种色彩 要知道 你觉得这一窝猫不一样吗 你会觉得 你是黄种猫 你是白种猫 你是梨花猫 你会这么分吗 不会吧 他们可能都是 一个猫妈妈生的 所以 用肤色定义人种 就如同用毛色定义猫种 一样可笑 大家穿的衣服 不一样吧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贴下大头 对美的了解 大概肺笑通的这几句话 是说到极致的 美美与共 严格意义上讲 其实就是我不定义 何为美 丑也是美 美也是丑 这是什么 什么 这就是在你们这个地方的化石 你觉得它有这么大吗 这个东西只有二十来厘米 它叫做 贵州龙 对了 贵州龙是龙吗 首先说 什么是龙 什么是龙 我们说的龙和西方说的龙 是一个东西吗 西方的龙叫什么 英文叫什么 Dragon Dragon是咱们东方的龙吗 我们的龙英文叫什么 龙吗 因为那就是你的东西 你还非要给它翻译一下 它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龙更多的是一种怪兽 我们今天的龙代表了一种 风条雨顺 它是一种我们对自然界的一种崇拜 大家都在贵州 贵州的生物多样性 可能除了云南 它就是最好的之一了 真的是好啊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家门口看一看 贵州生已知的生物种 两四五四七种 两万五千种 丰富度 肯定是全国排前面 动物植物总量 全国排第四了 野生动物全国第三 植物无种 全国第四 没事 大家真的应该带个手机软件 就出去认数据 贵州历史上是海洋 大家知道吧 它是古生物的天堂 大概两亿年到六亿年这个期间 海武器大爆发以来的这一段时间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一系列的海白河呀 贵州龙啊 它们都有很多的化石 大家都应该见过吧 小春虫的发现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讲 对于海武器大爆发 还都是有些对抗的 如果你没看过海白河的化石 你知道有个清炎古镇吗 那里面就有一个 关于海白河 还有贵州龙的 这样的一个化石馆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贵州 也是一个古人类的 主要发祥地之一 我们最近一次 对中国 我们讲的是 有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年的文明史 所以贵州的这个 普定川东文化 它叫做亚洲文明之洞 还有一个跟北京州口调 齐名的前夕的观音洞 叫做史前文化的第一乐章 如果大家 比如说不能去别的省的地方 在自己本省旅游 也可以去这些地方来看一看 然后 你看 卡斯特地貌里面 有这么多的化石群 还有鸡窝寨生物的焦化石群 我这里都标出来了 大家都可以请自己的爸爸妈妈 或者大家已经成年可以出游了 都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考古这些东西 包括看一看这些生物多样性 其实达尔文也罢 林奈也罢 他们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逐渐地对生命建立起来的觉知 包括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大家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这个问题是贵州回答的 就是这个龙鸡球化石 它假定所有的物种 都是某一种鸡的话 它们共同的祖先就是那个蛋 所以是先有蛋 那我这个问题来回答 其实古生物史 从韩武器到爸爸算 大约就是六亿年 那这六亿年经历了若干和纪元 那在这每一个环节 我们不能只盯着恐龙 也要去看一看 这些千奇百怪的东西 包括 昭果冻遗址 包括 我们说的这个贵州龙 贵州龙 不是龙 它是一种爬行动物 甚至它也不是恐龙的一种 它很小 大的贵州龙几十厘米 小的贵州龙只有 几厘米 甚至不到一厘米 但是 在当年 这个物种肯定是很多的 不然不能今天有 如此之多的一个化石 它通过这个化石 来给我们看到了 在贵州这个神奇的土地上 这些曾经的 沧海桑田的证据 包括贵州的中药库 我们今天在药用植物 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贵州现有正要材的平等资源 四千八百种 占到了中国的多少 百分之四十 希望大家都能明白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我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它 保护它 说严老师今天为什么扩展这么多 我最近看了高考题 考虑太综合了 给你们多扩展一下 你们的知识面 包括贵州各种各样的森林 特别是大面积的黄山林 这个其实都非常地美 我专门看了这些对人的照片 这是尹哥最感兴趣的 就是我们有三百多种 贵州特有的野生动物资源 比如说前金丝猴 比如说黑夜猴 这些灵长木都很漂亮 包括冷山 木兰 长叶木 红豆山 这些物种 其实它的辨识度都非常高 都建议大家 如果有机会 寒书架的时候 都应该去这些 对应的保护雀野霸 森林工业野霸去看一看 植物其实比动物要男人很多 对吧 很多人认植物 基本上只认果 没错吧 还有一部分人认花 真正牛的是认叶 但是现在有软件对吗 随便拍一下 我们就知道是什么 所以这比以前可简单太多了 樊静山 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所以贵州啊 现在是全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 你们去过樊静山吗 还有没去过樊静山的 那也是一个自然生活的一个宝地 潜陵山你们都去过吧 潜陵山现在最多的动物是什么 潜陵山的猴子是瘦猴还是胖猴 瘦吗 跑 他们会不会抢人的东西啊 会不会抢带糖的饮料呢 最近一次普查 野外的猴子有将近80%的猴子 处于糖尿病或糖尿病早期 你们请不要再带糖水去喂猴子了 你们自己血糖膏就算了 你们把猴子都搞成这样了 这个地方去过吗 石千约阳国家地石地公园 这个非常漂亮 这个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 好 认知生命科学 重点是认知什么 我总结的 大家想一想 第一个 出去看一看 探索自然的宏伟 感受人类的卑微 然后 去格物 了解造物的神奇 认知众生的平等 然后你就会有 悲天悯人的共情 超脱生死的达官 希望大家 能如此地去面对 生命科学 我们明白 人类终究就是非常平等 一个卑微的物种 保持谦卑 实际上是让我们 可以在这个单身兴趣上 走得更好 1969年7月20号 阿波勒冬月 50年之后 这是NASA 美国的宇航局 又给了这张照片 我们还会回到这里 但是我今天 想给大家推荐一条鱼 这条鱼的名字叫做 提塔利克鱼 孩子们跟我说一下 这个鱼的名字 提塔利克鱼 再说一遍 提塔利克鱼 希望你们能记住 这只鱼用自己的双旗 爬到了陆地上 它放弃了海洋 它收获了大陆和天空 这是什么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这是鱼类的一小布 却是脊椎动物的一大布 没有这条鱼 今天这个报告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演化出来的 对吗 这个鱼很了不起 当然 我们可以半开半笑地讲 据说 这是一只 玩不成家庭作业的鱼 是吧 被妈妈骂了一顿 在科学上 在家庭教育上 我们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 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 确实如此 我们既要继承 又要发扬 我们是通过一代人 比一代人更强 才使得人类向前去进步 所以各位家长 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 耐心听一听 他是在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还是在发脾气 我们才能够帮他 建立起一个正确的 对自然的探索观 所以 我其实特别喜欢的 就是给孩子们讲科 科普这个事儿吧 既赋能自己 也照亮了别人 所谓猛将必取于族 而宰相必发于周俊 如果我们要这个民族 能够决策生命世纪的话 大师必兴趣于孩童 如果说生命是一种代码 我相信人类的代码当中有爱 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将这份爱 去永续传递 谢谢各位 就在1月6号 伦卡奈丹康拿到了FDA的加速皮脂丧尸 对老年痴呆的治疗来讲 还是得先打开一扇窗 至于说 不管是伦卡奈丹康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管线里的药物 能不能扛起大旗 他的假设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来自于真实世界的佐证 大家好 我是尹业 常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 由于特殊的原因 项飞同学老是担心自己的二字海默的风险 所以聊二字海默 一直是项飞同学的保留节目 他的相关的研究进展 尹哥也经常会关注和分享 接着咱继续聊 这个疾病啊 你说防也罢 治也罢 长期困扰学术界和产业界 各类家说 轮番登场 无数科研人语言 公司未知疯狂 但是迄今为止 绝大部分人还是折戟成杀 我们今天很难说有任何一款特效药 仅仅是有效药 也就是这一两款最近刚批准的 就在去年的十月 尹哥跟大家分享过 博健和卫财联合研发的伦卡奈丹靠 当时官方说 能让老年痴呆的认知下降速度减缓27% 而这个药物也带来了新的消息 就在1月6号 伦卡奈丹靠拿到了FDA的加速皮子丧尸 根据他公开的信息显示 在针对856名早期的老年痴呆患者的 2B期临床实验当中 每周如果你接受10个毫克 每千个体重 伦卡奈丹靠治疗的患者 到了第79周的时候 脑部的β淀粉氧蛋白斑块 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淀粉壶吧 老年痴呆的生物标记之一 显著比对照组变少了 所以FDA就给出了一个结论 这款药物能够去延缓老年痴呆 然后我就查了一些未才能官网 确实找到了最新一期第三期灵状实验的情况说明 它引入了一个叫数字量表 CDRSB 那么其实是通过这个量表给患者进行打分 在这个满范围18分的体积当中 如果你的认知越差 分数就越高 通过对1795名患者18个